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脑普君 欢迎收看本期精彩节目 在节目开始前 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大拇指 谢谢大家 对于爱好旅游的人来说 海洋中的岛屿 常常会是非常美的景色 同时也算是一次探险的过程 大海洋之上 同时也存在着许多未知的岛屿 幽灵一词的含义 就是存在于人们心中忽来忽去 时影时现的现象 而世界上就存在着这样一批岛屿 它们经常会在人们的视线中出现 但是又会在不知不觉中失去踪影 它可能从人们所熟悉的位置消失 但是总会在别的地方以原貌出现 人们把这样的岛屿统称之为 幽灵岛 在茫茫的大洋深处 航海家们常常会发现一些变幻莫测 令人费解的幽灵岛 幽灵岛是怎样发现的 1707年 幽灵岛出现在 斯匹赐培根群岛以北的地平线上 一名英国船长在这里发现了陆地 但是却始终无法接近 于是他将幽灵岛标记在了航海地图上 200年后 乘伊尔马克号破冰船到北极考察的海军上将 马卡洛夫与他的考察队员们 再次发现了一片陆地 而且正是朱利耶斯当年所见到的那块陆地 航海家沃尔斯列一在1925年经过该地区时 也发现这个岛屿的轮廓 但科学家们在1928年前去考察时 在此地区却没有发现任何岛屿 1831年7月10日 一艘意大利船只途经西西里岛附近 船长突然发现在不远处的海面上海锤沸腾 喷涌起一股高约20多米的水柱 直径大约200米 差大间水柱变成了一团500多米高的烟柱 扩展到整个海面 因为从未见过如此景观船长背惊的目瞪口呆 八天后 当这位船长再次经过这一海域时 发现一个从未见过的小岛出现在海面上 这个岛高三米左右 从岛的中央部位仍在喷出巨大的蒸汽柱和碎屑物质 在周围的海面上则漂浮着大量红褐色的石块 和死去的鱼类 到了这一年的8月4日 这座小岛已经长高到60多米 许多科学家冒着仍然灼热的蒸汽上岛进行考察 他们发现岛上既没有动植物 也没有贝壳和藻类 只有浮石火山渣和仿锤形的火山蛋等物质覆盖了整座小岛 随后英法德等国先后派专家前去勘察 并争先口后的为小岛命名 费迪南德岛便是其中之一 英国国王更是匆匆宣布 该岛的主权为英国所有 可是这个岛明明是在意大利附近嘛 看样子很有可能为它爆发一场战争 正当人们忙于为这个新岛测量命名时 将它划入海图并确定其归属权时 在当年的9月9日 即小岛出生后一个多月 它突然又缩小到了原来的1%大小 又过了两个月 这个小岛居然在海面上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 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 这座小岛一再出现和消失 它最后一次浮到海面上来的时间是1950年 关于这种时影时线的岛屿 历史上曾有过很多相关记载 例如公元前186年到公元19年 希腊附近的爱情海中就曾先后涌现出四个小岛 在当时被称为神岛 还有挪威海域的多尔地岛 从1840年到1929年 这个岛也曾多次出现后神秘消失 而消失一段时间后又会出现 幽灵岛出现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1943年 日本海军空军在太平洋与美军交战中节节失利 设在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 拉鲍尔的日本联合舰队总队 遭到美国空军的猛烈轰炸后 日军有一批伤病员和一些战略物资需要疏散 日本侦察机发现 距拉鲍尔以南一百多海里的海域 有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 这岛上绿树成荫 有小溪流水 几十平方公里的面积 又不在主航道上 是一个疏散隐蔽伤员的好地方 于是日军将一千多名伤病员和一些战略物资 运到这荒无人烟的海岛上 将伤员安置后 日军总部一直与这里保持着联系 并经常迎来食品和医疗用品 谁知一个多月后 日军总部与这个小岛的无线电联系突然中断了 军舰前来支援却再也找不到此岛了 一千多名伤病员与物资 也随小岛一起失踪了 几乎与此同时 美国侦察机也发现了该岛 并发现有日军躲藏 但当他们派出军舰前来搜索时 也扑了个空 峻海岛上与岛上一千多人究竟哪去了呢 战后 日本美国都派出海洋大型考察船到这片海域搜索 并派了潜水员潜入海底 寻找了较强时间 但均未发现任何踪影 1990年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太平洋战略重要海域的一座无人居住的小岛上 偷偷安装了海面摇杆监测器 与天上的美国军事间谍卫星遥相呼应 见识前 苏联海军在太平洋海域的动态通过这座跌倒获得的情报 直通五角大楼 美国国防部 而且 凡在这一代海域过往的商船军舰 以及再次出没的潜水艇飞机等 也无不在五角大楼监视之中 1991年年终那一天 一直保持畅通的跌倒的监视系统和信息系统却突然中断了 五角大楼大为震惊 开始 他们怀疑是苏联克格勃发现了这个秘密 有意破坏了美国的间谍网点 于是 美国派出一支巡洋舰队以演习为名 前去悄悄调查此事 谁知 却扑了个空 舰队赶到出事地点 却发现跌倒已经从海洋中消失了 美国科学家们认真查看了这一代海洋监测系统 并没有发现这一代海域发生过地震和海啸 而引起海底地形变化 使小岛沉没在水中 也不可能是苏联埋下数千吨炸药摧毁了这个小岛 那么 这一跌倒又如何失踪了呢 五角大楼陷入茫然 不知所措的境地 这种适应实现的幽灵岛 究竟是从何而来 有因而去呢 多数地质学家把小岛的成因 归结为海底火山喷发的作用 在海洋的底部有许多活火山 当这些火山喷发时 喷出的碎屑物质和熔岩在海底冷却凝固 并不断堆积起来 随着喷出的物质不断增多 堆积物堆得高出海面的时候 就生成了一个新的岛屿 至于小岛的消失 主要归因于这些 被火山喷出的熔岩只是堆放在海底上 不能与海底岩石连接 形成坚固的基底 所以这种新岛屿就像没有地基的房子一样 抵抗不了海流的不断冲刷 不久后就会从根部折断 继而坍塌消失 还有的学者认为 岛屿形成后 下面的地壳活动仍然很剧烈 再次发生的海底爆炸 就摧毁了小岛 另外一些人认为是火山活动 造成同一点点的地壳继续下沉 于是小岛陷落了 这些假设各有各的道理 但他们都不能说明 这立小岛为什么会一而再 再而三的在同一地点出现消失 再出现再消失 而同时在临近的海域 却不一定都发生强烈的地震和海啸 因此这种幽灵岛的现象 始终是一个自然之谜 困扰着无数的科学家 这些幽灵岛是怎样形成又消失了的 各国海洋地质科学家纷纷撰文分析 日本海洋地质学家龙本太郎认为 南太平洋上来取匆匆的幽灵岛 是由于澳大利亚沙漠底下巨大岸河流 冲入南太平洋的海底 带来大量泥沙 在海底堆积增高 甚至生出海面形成泥沙岛 在汹涌的暗河流冲击下 泥沙岛又被冲垮而消失 美国海洋地质学家亨利·高罗尔教授 则认为幽灵岛上的基础是花岗岩石 且岛上有茂盛的植物与动物群 它形成的年代久远 暗河流是冲击不了的 他认为是由于海底强烈的地震与海啸 使它葬身海底 但这一论断又无法解释 美国跌倒失踪之谜 因为这一带没有海底地震与海啸的发生 目前像幽灵岛这事件这些谜团 尚有待科学家们在探索 在研究予以真正的破解 传言中 幽灵岛不能接近 但有的又可以接近 科学家们可以根据岛的岩石构成 来研究幽灵岛的秘密 还可以通过幽灵岛附近的海水来研究 关于幽灵岛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万一哪天一座小岛突然消失 那样对于人类的危害性还是有的 为了人类的安全 我们还是要完全的了解地球 小编认为 对于这类的世界 想要弄清楚它的出现过程 将会是时间与金钱的较量 对于人类来说是劫期辛苦的 但这一切又是非常有必要的 小伙伴们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想法吗 欢迎留言哦